這一次的期中考 就是黑體膚色部分 對不對 所以黑體膚色部分 你要會推擋 五點到底錯了哪裡 Rank又怎麼修正 懂我的意思嗎 懂我在講字幕 我的意思就是說 期中考 不是期 對不對 就是說他會考第一個範圍 就是黑體膚色 然後呢 黑體膚色是這個部分 在期中考的範圍裡面 我們就要先了解 到底古典的熱氯菌 熱氯菌到底是 錯在高頻的地方 它怎麼發生事情呢 所以把它推倒出來 那Plank怎麼又用這個量子的觀念 把這個能量變成能量包 然後這個觀念的話 怎麼樣去修正 這個在高頻的時候的一個現象 黑體膚色的現象 OK 所以你要會了解 這怎麼推打出來的 以及Plank怎麼解決 這個高頻的時候的一個現象 沒有變成一個diverse的 那個curve出現 這是黑體膚色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讀了那麼多的進步之後 你一定要了解 這個人他到底對這件事情 有什麼樣的發展 OK 黑體膚色的話 是有什麼樣的重要呢 黑體膚色的話 你要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要知道 Plank這個人 他把能量怎麼樣 量子化 各位是嗎 所以 Plank呢 他把這個能量呢 光子的能量呢 用量子化 然後之後才能夠成功的解釋 這個高頻的現象 OK 所以這個貢獻是很重要的 所以量子物理 那就從這裡這個量子化之後 就慢慢路由去學一些可以解釋的事情 但是有 但是 五點並不代表全部錯誤 OK 只是在高頻的時候 是發生 必須要把它的能量子化來解釋 可以 OK 好 這是上個禮拜 我們把它很濃縮很濃縮 如果你要講出五個 我要跟你講說上禮拜到底交 上上禮拜到底交了哪些重要的五點 那基本上我們的程序就是這樣子 12345 OK 所以上上禮拜 我只有把它 把Plank的解釋成功的 修正了高頻的能量的部分 做了修正之後 就這樣子而已 對不對 OK 那今天要做什麼事呢 今天的話就是要針對一二點 之前的話 我是不是直接就寫下來了一二點的 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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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個關係式是怎麼樣子 對不對 然後做個簡單的運算 然後叫你要小心那個單位的代換 對不對 這是上禮拜的事情 那今天的話呢 就是要把 我們已經用這樣子的 Plank的修正之後 我要用它的方法 來證明 這兩個 Equation的存在 那為什麼 上禮拜 直接就把它寫下來了 Equation下來了 對不對 沒有告訴你為什麼 那今天的話就是要用 Plank的方法 它把這個能量變成量子包之後呢 它把這個能量變成量子包之後呢 這個方法 來去解釋 這兩個Equation是怎麼出現的 這樣可以 好 所以這是今天第一堂課的目的 你知道嗎 等到我們把它這個目的 選完之後 我們的黑體膚色就結束了 OK 所以黑體膚色要 你知道 你一定要記得 最重要的人 就是這個 Plank 他把光字做量子化 所以第一個把 把那個 把能量量子化的人 就是 Plank 好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是 能量密度 你先知道這個之後 我們才能夠推這兩個公式出來 這兩個關係是怎麼出來的 要先知道這個能量密度是怎麼出現的 好 OK 好 可以拿好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好 先注意你我想 那你等一下有問題的話呢 你就再問 要不然的話 你沒問題的話 你回去再借同學筆記槽 是很快的事情 你先讀懂比較重要 第一個我們要講 這兩個 這兩個關係是怎麼出來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先知道 先從能量密度開始 好 那能量密度叫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簡單來講 如果中文來看的話就是 你先告訴我 你在這一個黑體裡面 有幾個可能性存在的機會 的個數是幾個 OK 那麼這個個數 一個個數的話 他們平均的能量是多少 那再次就代表說 我在這個黑體裡面 全部的能量是多少 那你既然要算密度嘛 所以我就是要處理體積 每個單位體積裡面 這個平均的能量是多少 這就叫做能量密度 OK 那能量密度的話 通常都是用的low來表示 那因為能量會跟溫度有關係嘛 所以它下標就寫一個T 然後再來的話 會跟你這個 你的這個頻率是怎麼樣子的關係 是齁 那我剛才在這邊的話 已經有幫你講說 這在之前的時候 我們上不上禮拜的推導出來 跟一個關係是這樣子的 然後呢你就可以知道說 OK 你現在在古典的時候 你看 在古典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推的能量密度 是不是等於這個關係是 對不對 OK 那個時候因為是古典嘛 所以我們那時候的平均能量 是不是用KT來表示 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電腦是有兩個自由度嘛 對不對 所以變成KT 那你現在要做PLANK的修正的話 所以你這個平均能量 是不是就要帶PLANK的平均能量進去 OK 所以呢 從古典你要做修正的時候呢 你唯一這個能量的密度 在這裡地方就換掉就可以了 你只要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平均能量的地方呢 你就帶PLANK的平均能量進去 綠色的這個部分就可以了 其他的部分呢 你看就是跟你這個古典的是 一樣的表示方法了 你看這個V跟V消掉 就不見了對不對 G就是這個古典的表示方法 所以前面這些係數都沒有變 只有變在平均能量的部分 可以齁 然後呢你把它整理之後 就變成這個形式 那這個形式如果你去跑電腦 你就把它圖畫出來 就是你去改變不同的V 然後看看這個Y 會什麼樣的變化 你會得到這樣子的曲線 所以呢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曲線之後 你就發現跟古典是不太一樣 古典那時候就是會跟你 你預測它會一個紫外線的話 是不是就diverse出去了 變成無窮大的能量對不對 那因為PLANK做了這個Photon 變成量子化之後 能量量子化之後 它就成功的預測低頻的時候 就會不會像這個能量無窮大 會把它收斂回來了 那這個趨勢就跟實驗的很穩合 所以呢 這一個在高頻的部分 這是低頻對不對 這是比較低頻的 低頻的部分呢 5點基本上都可以預測得很好 可是到了高頻的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用PLANK的量子化的現象 才能夠成功的跟實驗的趨勢是一樣的 才不會有說 欸 高頻的時候能量會變成無窮大 這個危險的事件 這以前叫做紫外線大災難的一個現象 好 所以這件事情就很成功的 跟實驗的趨勢是很穩合的 對不對 好 那麼你想想看在這次 如果說呢你之前的話 你是用那個頻率來換的話 我如果要把座標X走座標變成是波長 那麼是照代理講 你只要把這個頻率 因為跟波長有一個關係 是不是C除以浪達就給NU 你如果說你要把這個能量密度呢 用這個波長來表示的話 你只要把它用這個關係是代換就可以了 OK 好 那代換的時候你要小心 會有代換的問題就是在這裡 DEMU 對不對 DEMU的話呢 你只要 對 右邊這個C除以浪達做微分就可以了 OK 那因為浪達在分母 負一次方 對不對 所以你平分 你微分下來的之後 變成負的 二次方 再分母 OK 這沒問題 所以等一下 你只要遇到MU 你就用C除以浪達帶進去 你遇到了比MU 你就用C除以浪達平方比浪達帶進去 可以 沒問題 那你今天如果題目的話呢 他如果問題是要問你說 MU變成浪達的時候 你就是只要把看到MU的地方 你就用C除以浪達帶進去 OK 所以在這裡看到 是不是看到MU三方 對不對 這個MU三方的話 你就可以用C 三方除以浪達 三方帶進來的 其他都不變 對不對 好 那在這裡 那在這個exponential裡面 也有看到一個浪達 OK 看到一個MU 所以這時候你就用C除以浪達來帶進去 OK 好 再來這個DEMU的部分 你就用C除以浪達平方比浪達就可以了 OK 那因為這個符號呢 我們現在只要談到它的大小 所以呢 基本上這個符號 你就可以先不用看 沒關係等一下把它整理下來 所以這樣整理之後呢 你就會得到下面的這個關係式 這個關係式呢 也是一樣的 如果你用同樣的方法 你把它去跑電腦 去帶不同的詞浪達出來的時候 去看看這個Y 這個能量密度會怎麼樣去分布 你會發現它是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這個時候 是不是就是有一個浪達MASMA存在 什麼叫做浪達MASMA還記得嗎 之前我們是不是有講過 所謂浪達MASMA 就是說 在這個浪達之下 它的能量密度是最大的 這個就是我們定義 浪達MASMA的定義 可以嗎 好 那這個定義有什麼重要 因為有這個關係式 我就可以來推 第一個 Win's Expressment Law的這個關係式 OK 這個Win的Law呢 就是告訴你說 是不是這個浪達MASMA 乘上它的時間會有這個常數嗎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知道 浪達MASMA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在這個浪達之下 它的能量密度是最大的 OK 只要把這個 再乘上它的時間 就等於那個常數 OK 好 那我一個問題問你了 你已經知道這個方程式 這個白色曲線的方程式是 這個關係了 對不對 第三 我今天要求這個最大值 我今天要求這個最大值 我只要把這個equation 做什麼樣的處理 就會等於這個最大值 我是不是只要把這個equation 怎麼樣 為分 當它這個一次為分等於0的時候 就是這個最大值的比方了 可以嗎 好 所以第一個 我們今天第一堂課的目的 就是要去推倒那兩個公式嘛 對於第一個 WIN的那個 Dispressment Law的話 你是不是只要把這個equation 做一次為分等於0 你就可以找出Lang Damasma 然後找出來的那個Lang Damasma 在乘以時間 你就可以推到那個關係式了 OK 好 接下來我們就做這件事情 好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WIN的Dispressment Law 其實它概念很簡單 對不對 它只要做一次為分 OK 但是呢 這個概念雖然這樣講 這兩個equation最難的部分 就是數學 好 那剛才下課的時候 同學有在問說 好 那你這個要對這個式子做為分 對不對 我們剛才是講說 就是要對這個式子做為分 對那個Lang Dam 做為分 對不對 那什麼為分 我先大概講一下 你大概就知道了 就 上面這些都是常數 對不對 8pi hc 那都是常數嘛 你先不要理它 那這個式子的話 是不是簡單的 就是這個Lang Dam 可以把-5次方 以及這個exponential的-1的-1次方 可以嗎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要對這個式子做為分 那做為分的話 你可以把它變成A B兩項 對不對 你是不是可以用部分為分法 對不對 你先第一個為分 第二個不變 再加上一個不變 第二個為分 是不是 對不對 那麼呢 這個第一為分的話 你看這個A為分 本來是-5次方 就-5下變成-6 好 比較難的是後面這個 B的為分的話 你是-1對不對 你-1下來變成-2 之外 你還要再對這裡面做為分 對不對 那exponential的話 這裡呢 就是exponential 這裡有個-1次方 所以它又-1下來 自己又變-2次方 exponential這樣子 ok 你就利用exponential為分 所以這個的話 就是要 你的數學要去看一下 exponential怎麼為分 然後把它整理起來 就變成剛才的那個Win Win Win的Dispracement Load 的那個equation 試試看 我那麼都沒有記錯 它應該就是一個homework ok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Steven Load 這個概念也很簡單 什麼叫做Steven Load呢 第一堂課我們就邊講說 簡單而言 就是這個RT等於浪達 等於那個Law的那個T的四次方 意思就是說 你會跟T的溫度的四次方 成正比 好 現在大家問題是這個 這個R 這個Law是常數嘛 5.67乘18-18 這個常數這沒問題 現在大家比較問題的是這個 R 是什麼東西又忘記了 已經隔兩個禮拜沒讀 又忘記叫做R了 R的話那時候我們跟妳講過了 之前我們是跟妳講說 浪達的Masma 就是這個 哪一個浪達 它對上去的Destin 是最大的 對不對 在定義 那麼R是什麼 R那時候就跟你講說 這個曲線的什麼 積分出來的面積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 如果你記得這件事情的話呢 你就知道了 你要怎麼處理這個R了 對不對 所以只要把這個曲線怎麼樣 積分就可以了嘛 所以你就去積分 不管你是對 你要對Mu 你喜歡對Mu 還是你喜歡對Langda都可以 那剛才因為我舉的是Langda的例子 那現在就先來試試看 如果用Mu的話會怎麼樣子 ok 如果用Mu的話呢 你就把剛才那個獅子呢 用Mu的方法帶進去 那就把它積分 就得到4次放 所以Win跟Steven最大差的是什麼 那個是微分要小心 那這個是積分呢 你就比較困難一點了 對不對 所以我做個note在這邊 積分的話要怎麼處理呢 簡單你先把它設一個 對不對 你把它簡化呢 就把它設一個叫做X ok 那如果它是X的話呢 因為這當中 出現也很多的是Mu 對不對 如果你有這一個關係式的話呢 你的Mu 你用KT X除以H 帶進去 ok 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你這個積分的式子呢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Mu 對不對 你看到Mu ok 你的Mu呢 就是用這個式子帶進去 好 你看到了HMu除以KT 你就用X帶進去 ok 那你這個底Mu呢 你也可以用什麼 KT除以H DX 帶進去 KT除以H DX 帶進去 ok 就這樣去積分了 那這中間呢 你必須要有一個 後來你就把它整理 把常數都帶進去啦 你後來會遇到後面這個積分 is pranatial X四次方 -1分之 X三次方 -S的積分 這個積分呢 你必須要用你的積分表 這個積分呢 是15分之π四次方的關係 所以你只要把後面這個東西 就帶15分之π四次方 帶進去 就可以拿了出來 這樣可以嗎 ok 就算你這裡 你這是積分對不對 你是不是這積分 過程當中是積分 對 ok 你這樣出來之後變成個常數 所以你最重要就是在這裡嘛 T四次方就在這裡出現 可以 可以 所以你呢 一定 黑體膚色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你一定要知道 Planck怎麼解決五點的高頻的部分 你要記得喔 你練到這個章節最後的容縮 就是要知道它到底重要是在哪個地方 那Planck怎麼解決呢 它把很量量子化 ok 所以Planck對量子化是很重要的一個起程 第二個 你利用Planck出來的那個 energy的density low 你怎麼樣推倒 wind's displacement law 你怎麼樣去推倒Steven law ok 那第一個就是 維分你要自己要注意 第二個就是你的積分 自己要去練習 如果你能夠把握這三個方向 基本上應該就 黑體膚色就沒有問題了 好 你一定要練完這個章節 你一定要再問自己一次 你到底學了什麼東西 幫你學到對 之後都忘掉混掉 如果沒有問題 接下來我們開始要把這個光 光光值或光束呢 變成有兩種可能 有你們講的雙元性 有粒子性還有波動性 所以我們先講粒子性的部分 等一下要幫你做整理 你先看一下這個問題 好 你進到量子的世界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是能量已經變成量子 黃的爛 那麼呢 對於這個波動的現象 ok 我們就接下來的 那個要把它的特質 把它做一個討論 那這個光子呢 之前講的那個光子呢 基本上它有兩種特質 它有時候像一個particle 有時候像一個波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你在講說 Photon會有雙重性 有時候它表現得又像一個particle 有時候又表現得像一個波的形式 ok 那麼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先針對它的particle的一個特質 這個光的那個粒子性的一個特性 所以在這之前我先幫你summary一下 那如果人家講到了這個 嗯 電磁波啦 或是光子這種東西 這個這個這個物質的時候呢 你如果是探討它的particle-like 這個probity的話 主要是有下面三種實驗 好 你一定要記得 所以第一個就叫做光電效應 光電效應 才是安逸是探討出來的光電效應 第二個就叫做competent competent的效應 第三個呢 就是粒子的potation 或是那個消滅 但是這個部分呢 現在變成補充資料了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 我們這個部分就先把它跳過 所以呢 所以呢 人家要是問你 光電效應 這一個東西 最重要的貢獻 是要告訴你什麼事情 它告訴你的是說 這個電磁波 或者是光子 它的behaving 就像一個particle-like OK 就像一個粒子性 OK 你要知道每個東西是什麼重點 你不要讀的照顧 那剛才那個呢 剛才那個什麼 brankers做什麼事 黑體輻射做什麼事 它把能量量量子化 OK 那這一個光電效應做什麼事 它把photon 或是把電磁波 是用particle-like the property 來表示 這樣懂我嗎 懂意思吧 所以要知道每一個東西的重點是什麼 你不要讀的照顧 然後就把它除了匯掉了 然後 似乎又知道 又似乎又似乎 不知道 到底什麼不知道的 OK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章節 就是先對 這個電磁波 或者是對這個photon 的particle-like the property 來做說明 也就是說 我接下來的章節 就是要來介紹 這兩個效應 第一個光電 第二個是 Compton的效應 這是今天的目的 這樣知道嗎 好 那我們先對第一個 光電效應 這裡有幾個光電 你們要先了解 等一下我們再跟 再跟您做個整理 就是說 這個光電效應 到底又跟之前的 補典的時候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了 好 你先注意聽 我先把整個結果 光電效應的結果 我先把它做個整理 等一下我們再跟以前 比較普遍的時候的比較 就是說這個光電效應 到底跟你什麼樣的新的 感覺又不一樣的地方 在哪裡 好 你先聽我說 第一個部分 我們先把這個結果 先說明 第二部分 我們再做比較 第一個 所謂的光電效應 基本上是在 1887年的時候 赫斯 對不對 赫斯就是 跟您講這個 這個頻率 光的頻率是多少 這個赫斯 1887年的時候 他就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實驗 然後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確認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電磁波 然後以及呢 他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那時候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只是把它寫下來 就是說 他發現到說 當他如果用一個 UV光 紫外光的時候呢 他去打到一個電極板的時候 他發現到 這個電極板 他比較容易能夠 打出電子來 就是比較能夠 discharge OK 他只知道 他只發現 他發現到這件事情 然後呢 是後來呢 Einster就把這件事情 再去做一個 比較統整的一個 概念的一個 發現整理 好 那這個事情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他的中置圖呢 你可以去看 可本的3.14圖 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那基本上 我把它做 最重要的結果 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是一個金屬板 對不對 當他有一道 UV光 打到金屬板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UV光 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 我們整理的部分呢 我就把它叫做 Eylight 就是說光 你打進去的時候 一個電流是多少 OK 那麼等一下呢 你這道光打進來 這個金屬板的時候 這個把的時候呢 或者叫做這個Eylight Char 這個電極板的時候呢 你打上去的時候 它會有光電流 它就會有自由電子 會被打出來 然後這個自由電子 被打出來呢 這一道電流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 檢測器來發現 這道被把 把這個打這個金屬把的時候呢 把它打出來的這個電流 我們就叫做是光電流 我們簡稱光電流 小I 等一下我們都是用小I來表示 這樣知道嗎 等一下大I跟小I差在哪裡 你知道了 我再講一次 大I就是你用一道光 去打你的金屬把財 的這一個電流是多少 就是你打的這道光 譬如說 赫子的話就是用UV 對不對 所以就是UV光的那個I 那I是什麼 就是說你把UV光 開的強一點 開的弱一點 懂得意思嗎 就像在你的手電筒 手電筒開亮一點 開弱一點 這是你UV光 或者是你什麼樣的光打進來的時候 你的電流大小是多少 可以嗎 那麼小I是什麼 小I就是說 你打了這個金屬把財之後 它會有自由電子被你打出來 那麼自由電子被你打出來之後的 電流 就稱為是小I 那麼下面會有一個小寫P.1 這叫做光電子流 所以我們簡稱P.1 它就是光電流 光電流 光電流 就是你打出來之後 發生了光電效應的電子 出來的一個電子流 這樣懂得意思嗎 等一下大家小I知道差別在哪邊呢 好 然後呢 它就去做實驗 然後發現了下面整整的重整出來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結果是什麼 好 你要注意喔 這一件事情 為什麼是到了18875的時候 赫茨會覺得是一個新鮮的事情 把它記錄下來 最重要的是 赫茨那時候是用的是一個UV光 UV光的話就是說 它是比我們可見光的強度還要強一點點 所以這個時候它已經利用了比較強的光了 等一下我們試試說我還要講什麼 我要講光電子還要講一個Compton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能量強度差在哪裡 這個光電效應的話就是屬於這個 全部Particle Light的Property當中的電流 是比較弱一點的 等一下Compton又更強 然後那個配偶的那個什麼Potation 那個又更強 所以能量是有分低中高能量差的 懂我意思嗎 現在是講一個比較低能量 相對之下比較低能量的 什麼叫做低能量 就是說我針對光電子的粒子性而言 這三道實驗 這個光電效應 Tompton效應 還有等一下配偶Potation的效應的話 這三個效應當中它們屬於電流 這個光的電流比較 光的能量比較弱一點的一個粒子 可以嗎 好 那我先講為什麼這一件事情是 從這個赫斯才發現 這是個新鮮事情 因為那時候它已經採用了UV光 那等一下Compton的話要用X-ray OK 所以這樣子才會發現到 跟你以前的古典不太一樣的地方 可以嗎 好 那我先來解釋一下 就是說 好這個如果開始用一些UV光 以上的能量的光的時候呢 它會發現到有幾個現象 好這我把它全部整理了 第一個 第一個結果 這些結果的話 我只要用紅色顯 要用橘色顯的話 你就要知道它是比較重要的 然後呢 這比較重要的結果呢 它們都是based on一些實驗的 曲線圖出來的 所以你呢 與其去把它這邊全部都 你要先去了解它們實驗結果的圖 才會比較重要一點 因為這些結果 都是based on 這些實驗的發現 所得到的 好 第一個 做一個實驗 做什麼實驗呢 就是說好 好 我把不同的 我把不同的那個光電子流 是發生什麼事 欸 OK OK 小心 應該是我要去做不同的I 我去利用不同的強度的光的強度 大I 然後我去發現到說 它這個光電子流跟我的大I 是成正比的 OK 好 注意聽就是說 好 我今天如果是一個UV光 UV光呢 我把它開強一點 我把它開弱一點 我把它開弱一點 它出來的電子流是有什麼樣的曲線 懂我意思嗎 好 就相當於是假設 我把一道光打在這個把材上面 我開強一點I3 開重一點I2 開弱一點I1 然後我去看看被打出來的光電子 它偵測出來的電子流 好 I跟V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 我把它這樣子畫出來 好 那實驗結果就發現到說 不管你是開很強還是開很弱的光打在這個把材 你出來的時候呢 他們都可以交於一點 那這個點呢 我們就叫做VS 叫做Stopping 截止電壓 等一下我會講講 Stopping的Voltage 叫截止電壓 好 第一個 它發現到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不管我開的弱或是中或是強 我的I的話 我的I的話跟我出來的這個電流 電子流是成正比的 可以嗎 剛開始的時候成正比 就是說我開的比較大 那我I就比較大 OK 我開的比較小 好 我I呢就比較小 這樣可以吧 好 這個現象 第二個 第二個現象就是說 不管 我開的大或是小 我的截止電壓 大家都是一樣固定在同一個大小 所以也就是說我這個截止電壓 是跟這個I的大小是沒有關係的 獨立出來的 OK 你要知道我每個局勢是寫的意義 到底對不對 你要了解它喔 不然你會到時候 你到時候看一些練習題的話 你就會比較 就比較不要去什麼死背的 這都是實驗結果出來的 沒有一個地方是需要你背的 好再來第二個 但是 我又做這個實驗結果 又去改變第二個變音了 你剛才是不是固定了一個UV光 對不對 假設我現在又用不同的頻率的光 比如說藍光啊 或是什麼樣的更高頻率的光的時候 我去改變不同的頻率的光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到 啊我都 因為你已經改變一個變音了對不對 所以你就不能改變第二個變音嘛 你就不能夠改變不同的I嘛 你要固定I OK 就是說第二個實驗結果就是 我只有改變不同的頻率的光打進來 但是我開的大小I都固定 所以你會發現到 你看我這個最大 是不是大家都一樣 對不對 可是因為你改變的操縱變音是誰 不同的頻率嘛 所以你會發現到 你膠的這個結子電壓會不一樣 OK 所以第三個結果 這段話就說 但是呢 你的這個結子電壓 是跟你 到底是什麼光打進去的頻率 是有關係的 OK 你越高 我這邊是寫2 這是寫1 就是說 你越高頻率的光 你的結子電壓就比較大 你的頻 你的頻率打進去比較小 那麼呢 你的那個V就比較小 這樣懂也是 所以你知道這每件事情 都是Face on你的實驗結果 得出來的一個結論 OK 你要每個都看得懂嗎 看不懂要問了 再來第三個實驗發現 就是說 好 我呢 改變不同的頻率 就是像這個 剛才這個實驗結果 是一樣的 改變不同的頻率 然後呢 我的頻率大小 跟我打出來的光的最 它跑出來的那個動能 的最大值 是有這樣子的關係 等一下這個關係 等一下我們會再 最推導 這等一下你先注意一下 我最主要的是 要講第四個 就是說 第三個 就是我在這橘色mark 第三個地方 就是說 如果 如果我的頻率小於一個頻率 比如說 你今天 你今天這個材質 假設 假設我是用不同的光 比如說 紅橙黃綠藍電子光 我可以發現不同的趨勢 對不對 假設你打的這個材質 它有一個結子 它有一個什麼 必須最低的頻率 就是說 我如果是 假設我又利用可見光 紅橙黃綠藍電子 對不對 那假設我這一個把材 假設我這個把材 我呢 就是最低的時候 就是黃光好了 綠光好了 OK 我一定要用綠光的光打出來 如果 我就說 我這個V0 這個μ0 是叫做綠光 在綠光之上 比如說 綠藍電子 對不對 綠藍子 這些光的話 只要大於我的頻率的光 那麼它就可以打出來光電子 看得懂嗎 但是只要低於我的頻率的 比如說我是綠光 對不對 你用紅光來打我 打這個把材 那麼它 是不可能打出光電子的 你看從這張圖了吧 好 為什麼它是直線 等一下再跟你講 我先告訴你 我先告訴你 你這個每一個把材 每一個把材 會有自己的一個叫做什麼 Cup of the frequency 就是說 你一定要大過我這個頻率的光 你才能夠讓我的自由電子打出來 你如果低於我的頻率的話 那麼就沒有光電子 可以被打出來 懂我意思嗎 好 那為什麼 等一下我們現在看看再來講 先到這裡看看你把這三張圖的解讀 可不可以 有沒有問題 好 先休息一下10分鐘 再把剛才最原始的時候再加一次 大愛跟小愛什麼意思 大愛呢 就是我這一道光打進去的牆跟弱 好 比如說你開一個手 假設啦 假設這道光 你就像一個調控的 比如說手電筒這樣子好了 好 比如說我調的比較亮一點 調的比較暗一點 這就是你的愛的大小 好 那麼小愛是什麼呢 小愛就是說你打進去的時候 因為裡面都是真空的 打進去之後 你打到這個金屬的把材 打上去之後呢 這個金屬把材裡面的自由電子 被你打出來之後 好 它這個自由電子打出來的這個電流 它就會一個形成一個回路嘛 對不對 這整個線路 如果這裡有自由電子被打出來的話 就變成一個回路 這個自由電子 或是我們叫做光電子 或叫做photo 它所這個大小是多大 我就叫做小愛 這個是因為光電效應被打出來的光電子的大小 叫做小愛 全大愛跟小愛是不一樣的東西喔 知道嗎 好 那麼VS是什麼 VS這樣講的是什麼 截止電壓對不對 VS在哪裡 就是說 好 我現在已經開始在流了對不對 OK 我加了一個反向的電壓 好 假設我假設一個VS給他 我就去調電阻 我加了一個反 加了一個相反的電壓給他 叫做VS 那麼我就看看什麼時候 如果我調多大的截止電壓的時候 它這個I就等於V 就是說 因為你這個電子在流的時候 它在流動的時候 我如果給它一個反向的一個電壓 它是不是就會阻止它的動能 對不對 那就看看我加了多少的V的時候 可以讓這個光電子流不過去了 那就是它最大的動能 就是要到這裡為止嘛 OK 好 所以呢 整個實驗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好 我再做幾個note 就是說這個實驗也有告訴你 什麼樣的一次的一個補充資料 第一個 這個叫做光電子的動能 動能 對 波同 好 你注意看第一個 光電子的動能就是說 好 這個就等於我打進去一個光 克服一個光寒數了 好 這個第一個式子怎麼出來 這個要 要注意 適應它 要不然到時候 你雖然看起來都好像很簡單 可是又不懂 這個第一個式子怎麼來的 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自由電子 它本來是不是在這個金屬把材裡面 對不對 被金屬電子旁邊的一些 一些電子 它就是局困在這裡面 對不對 好 被它困住了 被這個金屬把材困住了 那你今天要把它打出來 你這一道光 你是V的這一道光 你要打出來的話 你打進去的能量 是不是必須要克服 它在金屬把材裡面 所被困住的一個函數 我們叫做公函數 等到你長大一點 比如說你的固態物理 書的話它就告訴你說 如果是一個金屬把材 它填到最高的這個能階 之後你長大你就知道 它叫做肺乏能 肺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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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乏能這個 肺乏能 就是說你自由電子田田 從最穩定態田田田 你填到最高的這個能量 叫做肺乏能量 當你這裡的電子 要變成自由電子 變成自由電子的話 是不是就是要跑到真空以上 能為是嗎 就是說你這裡的電子 如果要打到真空以上 如果能打到這裡的話 那麼它就變成了自由電子 可以 但是你要從這裡要打到真空的話 你就是必須要克服這叫做公函數 所以你到了固態物理 還有一些什麼 一些選修課的話 原件啊什麼東西的 他們講的公函數 就是指著你的肺乏能的那個電子 要打到 Fracant Level 真空層的時候 打到你只要能夠大到真空層 你就變成自由電子 懂我意思嗎 也就是說 這裡的電子 這個靶材裡面的電子 它剛開始的時候 也是被這個金屬困住的 它今天呢 要變成自由電子 就是你這一道光的能量 必須要先克服這個公函數 之後呢 就是它的動能 懂我意思嗎 假設說好了 然後爸爸媽媽給我一百塊 然後我請同學十塊錢的飲料錢 我還他之後 就是剩下我剩下來的錢 懂我意思嗎 這就是你的光電子 跑出來的動能就是多少 所以你跑出來的光電子動能 是不是跟你今天在外面 跟同學賤多少錢有關係 對不對 這個Wall Function就有關係 Wall Function又跟什麼東西有關係 跟你 你就去讀那個固態 然後讀一些材料的書 他就告訴你 這個Wall Function 就跟你今天是什麼 把財有關係 你今天是要打出 比如說金 金的電子出來 還是你要打出銀 鐵板或是鐵板 你要打出鐵板的自由電子出來 或是你今天要打出金箔裡面的自由電子出來 你必須要克服的公函數就是不一樣 OK 所以這個公函數是跟你今天在哪一個把財 受到的這個公函數不一樣有關係 所以這個公函數是跟你的金屬種類有關係 我等一下會寫 這個是跟你的金屬種類 等一下我們會再做一個檢測 這是跟你的金屬 金屬把財 Demeter 有關係 OK 這是跟你的Wall Function有關係 這樣可以知道嗎 好再來 好再來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說 剛才我們就是有介紹這個 Cup of the Frequency 的V μ0 什麼叫μ0 就是說你今天 好假設 我就是 借同學 像同學借20塊錢 對不對 你今天這一道光 或是這個爸爸媽媽給你 或是你自己去賺回來的錢 你一定要最少 你要能夠有這個光電子流跑出來的話 你一定要去克服最少的公函數 對不對 那你必須 如果說 什麼叫做 Cup of the Frequency 就是說我看 我看身份 不跟你講 你只要低過於我這個頻率 你就沒有光電子 可以被打出來 對不對 也就是說 我這一道光的能量 如果低於我受困的這個光函數 那麼我就沒有自由電子 我就沒有光電子流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以嗎 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好 我今天這一道光給我的 打進去的能量是多少 可是如果他這一道光的能量 不能克服我在這裡面的公函數 那我這個電子是不是就不能夠 跑到真空層 我就不能變成自由電子嗎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打不出來任何一道光電子流 OK 所以什麼叫做這個Cup of the Frequency 就是在唐克講的 也就是說你這一道光 有最低的這個Cup of the Frequency 你必須要等於我的公函數以上 大過我的公函數以上的能量 我才能夠有光電子流 這就是Cup of the Frequency的定義 可以嗎 懂不懂 OK 好 那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叫做Stopping Voltage OK 這個又是 這是我對於剛才上一堂課的Mu0 還有這個Vs的再做一次講解 所謂的這個Vs 就是這個截止電壓 意思就是說 好 你已經有電子打出來了對不對 你已經有自由電子打出來了對不對 你打出來的這個動能啊 好 我很大動能對不對 我必須要用多少的截止電壓 才能夠讓你停止 這個就叫做Stopping Voltage 截止電壓 懂我意思嗎 所以什麼叫做截止電壓 什麼叫做Cup of the Frequency 你有沒有搞清楚了 要把哪個地方再講一次的 所以Cup of the Frequency 是跟你的公函數有關係 你今天如果沒有大過我的頻率 我就沒有自由電子可以跑出來嘛 對不對 所以我一定 那什麼時候我才能有自由電子 你就是一定要克服我這公函數嘛 OK 那打出來之後我要讓它停止 我要去調這個可控制的對不對 我到底要調多少電壓 你才能夠讓它這個流出來的 跑出來的公電子流停止 這是截止電壓的定義 OK 所以這每一個符號 你要了解它的基本意義是什麼 可以哈 好 那第四點是什麼 第四點就是說 光電效益打的電子 它這個電子本來是被束縛的 對不對 所以它本來是一定是在一個束縛態的 也就是說我光電效應的這個電子 本來是在一個束縛態裡面 被我打出來變成自由電子的 所以我光電效應不是打在自由電子上面啊 我是打在一個被束縛態的電子 然後這個被束縛態因為獲得我的能量之後 克服能足以克服它的公寒數而跑出來的自由電子 所以光電效應是一開始就是在一個 放縛態的電子發生的狀態 我講的這些都曾經被討過的選擇題 然後是填充這樣子的 所以剛才有做整理的 OK 好 第五個光電效應的特性就是說 你只要今天打進來的光 可以克服我的光寒數 讓我變成自由電子 也就是說你今天打進來的光 有大過於我的Cup of the Frequency的話 不管你今天的光有多弱 比如說我開了一個UV光 對不對 我開了很弱 但是沒關係 你只要你的頻率大過我的Cup of the Frequency的話 我就一定馬上會有光電子可以跑出來 懂我意思嗎 不會因為你今天的光開的強或弱 而有時間差 你只要是大過我的Cup of the Frequency的話 你不管開的光有多弱 重要的是頻率 不是強度 OK 你今天如果 你今天我的 如果我的Cup of the Frequency就是說 我一定要用 假設我一定要用綠光 我綠光以上的頻率 我才能夠打出來的話 你今天用紅光來打我 不管你開的多強 你開的很亮 那都沒辦法有光電子可以跑出來 懂我意思嗎 所以光電效應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頻率 你只要這個頻率大過於我的Cup of the Frequency的話 我的I 我的時間就不會有差 不會因為你的開的多弱多強 但是你開的比較大 影響我什麼 你開的比較大 就是代表我就比較多的光電子可以跑出來嘛 我開的比較大 意思就是我的小I就比較大 就這樣子而已 懂我意思嗎 只要你能夠克服我的公寒數 我就跟你成正B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就完全就沒有光電子可以跑出來 你今天不管開的多強 多亮 你這個手電筒開的多亮 都沒有用 可以嗎 那你會因為你今天的不同材質 所需要的Cup of the Frequency不一樣 因為我受到的公寒數大小是不一樣的 那懂意思嗎 好 我們做個幾個簡單的檢測 我問你哪天衝突 哪裡可能不會 就知道這個光電效應通不通過 好 我們先把它做個簡單的測試 好 你先看一下 那你打出來的動能 最大動能 跟你的入射光 好 你先看這張圖 對不對 你就要想起這張圖 對不對 最大動能是跟誰有關係而已 明 對不對 跟你這道光的強度有沒有關係 沒有 好 那下來 你這個最大的動能是跟誰成正比 如果你能夠大於它的話 對不對 你是跟誰成正比的 mu 對不對 如果 你這次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什麼條件之下才可以 你這個mu 是一定要大於mu0之下才有這個式子 就是說你的mu一定要大於mu0 你要不然的話你這一段都沒有 好 好 第三個很重要了 就是你這個截子電壓跟什麼東西有關係 跟誰 截子電壓 截子電壓跟誰 是跟frequency v0 對不對 那v0又跟誰 金屬 好 然後呢最重要的就是 只要這個v大於v0的話呢 你打到它的表面 它出來的時間一定不會小 不會大於 不會 不會大於這個十的負久 一定不快給我反應的 ok 我剛才畫了這三顆星星 這一個 對還有第六個 這個打星星 就是光電效應跟古典的不一樣的 最三個最明顯的三個地方 古典的話呢 它就告訴你什麼 你只要把光打強一點 你一定可以打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 好 就是說 古典的想法就是說 你只要把這道光 調更強一點 再調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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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定會有電子跑出來 那後來光電效應是告訴你 不一樣的 對的 齁 再來 古典也告訴你 你的時間 你如果開著比較弱的話 你就比較慢 有光電子跑出來 這是來跟它不一樣的地方 可以嗎 這是跟古典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在這裡 好 所以說呢 自由電子被打出來之後 我們就一個名字叫它 因為它跟在金屬裡面的自由電子 這個自由電子 本來是在金屬裡面是被束縛的 對不對 打出來之後呢 它我們就不叫自由電子 我們就叫做光電子 我們就叫做光電子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就是光電效應 好 好 這是光合粒子性的第二個 哈 它不對的效應 好 你先聽我說 是這樣子的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實驗設備是怎樣 好 這是金屬 這是一個particle 對不對 電子 自由電子 對不對 那就是有用中文 用比較白話講一下 這是怎麼樣 S-ray 你看這個S-ray S-ray 打在什麼 自由電子上面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 本來的波長叫做浪打零 打完了之後呢 你去收集它打出來的波長 變成浪打prong 那麼康普頓效應就是說 你這個S-ray 打自由電子之後 波長變長 意思就是說 這個浪打prong 減到浪打零 是不是大於0的 這個線下就叫做康普頓效應 你知道嗎 簡單的picture就這樣子 你要知道這picture是什麼 S-ray 打自由電子 波長變長 就是大於0 後來的錢 原來的大於0 知道康普頓效應 OK 那康普頓效應跟以前的古典 為什麼沒有發現到這件事情呢 以前的話也有一個 也有一個 也有人做過叫做Raring Raring的scattering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他就講說這個自由電子 來 他用一個電磁波的光 電磁波去打這個自由電子 但是那個時候以前的能量不高 所以打進來的能量也沒有很高 那麼你沒有能量很高的話呢 你打進來只不過是讓這個自由電子怎麼樣 就會上下微微的上下的震動 震動之後你打出來的頻率 因為它還是微微震動 所以打出來的頻率就沒有變 所以以前古典跟現在康普頓效應 差在哪裡 差在康普頓效應的時候 它現在就用比較高的能量的photon 它就是用比較高的那個能量的這個電磁波 它是選用S-Ray S-Ray是屬於這電磁波比較高的那個能量的photon 那麼所以差在差在這裡 所以它看到著不同的現象 波長變長的這個事情 所以這就是以前的Picture Clesco的Picture 那是現在這樣子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訴你 就是康普頓效應就告訴你什麼事 它整件事情就是像用碰撞 用粒子碰撞跟打撞球一樣來做解釋的 所以它也是屬於一個particle type的一個例子 OK 好 那麼要解釋這個現象的波長這個式子呢 最主要就是我剛才也有用中文寫的對不對 是不是S-Ray跟自由電子做什麼碰撞 彈性碰撞 所以整件事情就像剛才你在土布的那個粒子碰撞 彈性碰撞的解決問題是一樣的 好 你就這樣設 剛開始進去的時候 是X-Ray它的動量是P 動能 那P0 那動能的話是E0 打到自由電子之後 因為彈性碰撞嘛對不對 本來是自由電子不會動 後來這道光呢 就變成P1以及E1 那這個自由電子呢 它自己又被打 被彈性碰撞 所以它自己也有一個P也有一個E 那個別夾的角度叫做C by N5 好 這是定義 好那就開始解了對不對 解你的彈性碰撞對不對 你用兩個關係是 一個叫做動能守衡 一個叫做動量守衡來解 就是說動能守衡的話就是 一開始有多少動能 碰撞之後就是多少動能 那因為它的能量很高 對不對 我之前講說它是HIGH ENERGY的波動 所以你必須要用相對論的E 等於開根號的C平方T平方 然後加上N0平方C4的關係是 差在哪裡 差在Photon它沒有質量 OK Photon沒有質量的話 所以一開始 擴撞前的Photon的動能 是不是就是CP0 OK 沒有 放在CP0 可以 那麼再來 那電子呢 自由電子 自由電子 一開始 是不是沒有P 沒有動 沒有動量 所以它的能量就是誰 MEC平方 你注意看我為什麼寫MD 因為它質量 對 這是碰撞前的SRAC 碰撞前的自由電子 可以嗎 碰撞後呢 碰撞後的話 這個Photon SRAC 它還是一樣沒有質量 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CP1 C不會變嘛 碰撞後呢 碰撞後電子就有動量了 對不對 所以它的動能就是C平方P平方 加上M1平方C4 OK 這碰撞前 以及碰撞後 OK 這個是一樣的 好 再來 動量手橫的話 要怎麼寫 就是 S方向的 會等於S方向的 Y方向的 會等於Y方向的 對不對 S方向的話 一開始 自由電子沒動 只有SRAC 所以它的動量 就是P0 往X走 碰撞之後呢 就是這個P1 有Cosine的分量 這個P呢 也有Cosine5的分量 OK 那Y方向呢 就是P1的Sine 會等於P的Sine 那Sida5的關係 三次 OK 你有三個方程式 你有兩個位置數 Sida 所以你應該就可以利用 再利用這個Landa的關係式 就可以推倒出來了 你有興趣可以自己推 這樣最重要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沒有問題 所以呢 例子性我們就講到這裡 下個禮拜我們就要講波 就是光 除了粒子性之外 也有波動性 我們就要講波動性 波動的特性 Wave等高 OK 好了 那就先到這裡為止囉 我們可以師傅 我們要做的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